為了防疫幾乎人人都戴口罩 但不管是放在家 或是攜帶外出新口罩 好難收納 意外讓這款商品詢問度 突然飆高 那請問一下你們口罩收納盒 什麼時候會進貨 到了 是這陣子就賣完了 沒有 那個一直很好賣 直擊日式賣場 口罩收納盒或是收納袋 幾乎銷售一空 怎麼還有口罩收納盒 我們現在店裡還有一個 日本的口罩收納盒 連續跑了三間店 最後一家幸運買到 金銓的口罩收納盒 不要看它不起眼 用數低 店員說這款商品能防塵 還能抗菌 不僅民眾詢問度高 現在要進貨也很困難 一直以來都一直有這個產品 只是因為最近大家就是有 更有口罩上的需求 所以這個詢問度會更高 口罩收納盒放在家 輕鬆防塵收納袋 更能隨身攜帶 但天天戴口罩你習慣嗎 現在大家幾乎口罩都不離身 但其實戴久了 耳朵難免會不舒服 網路上就提供一個妙招 就是在口罩耳掛的地方 穿起回溫針 往後戴機後呢 再從後方穿起來 就不會勒住耳朵 除了回溫針 還能在口罩耳掛上 加上衛生紙或棉繩 也能減輕耳後壓力 像他這個鼻樑的地方 會有個形狀 是希望民眾可以這樣壓一下 讓他可以服貼在你的臉型上 戴口罩關鍵 還要固定口罩 鼻樑鐵片 防止眼睛起霧 另外側臉也不留縫隙 下緣拉過下巴 每個小細節滴水不漏 不讓病毒有機可乘 再次是孟國華 蔡美琪台北採訪的